南投有一名疑似遭到丈夫家暴的女子 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 没有想到丈夫就跑到了娘家 劝寻不着妻子的踪影 一气之下他扬言要纵火烧妻子的车子 十分钟后呢 果然这个停在门口的车子真的起火燃烧了 消防队货报赶到现场 整辆车子已经陷入了火海 消防车赶到现场 自小客已经被火蛇团团包围 还不断发出爆裂声响 警消赶紧拉起水线灌旧 同时敲破车窗 确认车内是否有乘客受困 现好经过确认 车内无人受困受伤 不过女车主的姐姐赶来 见到眼前的景象 气得破口大骂 说一定是妹夫干的好事 原来女车主疑似因为丈夫家暴 带着两个小孩到娘家居住 丈夫跑到娘家找不到妻子 气得扬言要放火烧掉妻子的车子 没多久停在门口的车子真的起火燃烧 到底是不是丈夫纵火 目前警方正在过滤相关线索追查 记者黄主营陈家贵 南投报导